去冲了 挥散 生死两茫茫 万圣节的第二天 医学院里尸体储藏室闹鬼的消息就疯狂地传开了 还不到半个小时 医学院的尸体储藏室外面 就看热闹的学生们给围得水泄不通了 就连一些老师也都跑去看热闹了 医学院的尸体储藏室在一夜之间死了好几个大肆的男学生 他们每个人都是瞪大着双眼 满眼的恐惧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猙獰 可见生前受到的惊吓不小啊 尸体是医学院的李老师发现的 昨天有一个学生向他借走了实验室的钥匙 于是他就把一串钥匙都给了那名学生 其中就包括了尸体储藏室的钥匙 因为昨天他参加学校里举行的万圣节派对 所以也就没有去找那个学生要回钥匙了 可是一整夜他的心里总觉得不安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原本是要去找借他钥匙的学生林生 可是他的心里就像有着一个呼唤一样 让他不由自主地往尸体储藏室里走去 到了尸体储藏室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尸体储藏室的门没锁 于是就推门进去 他看到地上摆满了尸体 有医学院里实验用的全身光着的尸体 还有几具穿着衣服的尸体 李老师走过去认真地看了看那些尸体 他惊讶地发现那些尸体 就是昨天来向他借钥匙的那几个同学 他们每具尸体都是瞪大着双眼 满眼的恐惧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争灵 最可怕的是 其中一具裸体女尸 竟然紧紧地抱着一个满脸恐惧的学生 李老师大叫着摔倒在了地上 他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尸体储藏室 没一会儿 尸体储藏室闹了鬼的消息 就在医学院里传开了 万圣节前三天 医学院里的每个学生 都在满心期待着 即将到来的万圣节 大四的几个学生 想要让自己在学校里度过的最后一个万圣节 变成一个难忘的万圣节 该为这个万圣节 取一个怎样吸引人的主题呢 几个学生坐在书桌前 绞尽脑汁地想着 亚鹏是个动漫迷 他一边看着手里的动漫书 一边不屑地说道 要我说呀 就叫尸体派对 多么震撼的主题啊 到时候 可能连我们实验室里的那些尸体 都会被我们这个霸气的派对主题 给信来参加派对的呢 哼哼哼 亚鹏越想 就觉得自己有才 亚鹏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乌鸦嘴 竟会一语成衬 医学院的学生 是不可能相信 这个世界上会有鬼怪的 于是 他们几个人在打打闹闹中 就决定了万圣节的晚会主题 叫尸体派对 几天的时间里 就在紧张的筹备中度过了 万圣节当天晚上 原本是定在教室里的派对 可是 小波却觉得不够刺激 他认为 既然是尸体派对 又是万圣节这个西方的鬼节 那么 就必须要在一个 和万圣节 还有尸体派对 这个主题相符的地方 于是 小波就提议 去解剖室 举办这个尸体派对 几个顽劣的学生 想了想 就说 去解剖室 不够刺激 既然要刺激 那么 就必须要去 尸体储藏室里 举办这个尸体派对 他们几个同学 在商议了之后 都觉得 尸体储藏室 是个最合适的地方 可是钥匙 却是个麻烦的问题 志强想了想 便微笑着说道 嘿 我知道 李老师那儿 有一把实验室的钥匙 我们可以说 是上回去实验室的时候 可能把手机 给遗落在了实验室里 然后 就可以把钥匙 骗到手了 几个人商议之后 决定 由林生 去骗取李老师 手上的钥匙 李老师 是个好老师 他对自己学生的话 从来都是深信不疑 当他听到林生说 自己的手机 可能遗留在实验室的时候 他立即说 他可以和林生 一起去实验室找 林生一听就着急了 他摇了摇头 强笑着指了指亚捧几个 说道 老师 您真的不用去 您就在这玩吧 我让他们几个 帮我一起去找找就行了 李老师 看了看林生和亚捧几个 也就不坚持了 只是嘱咐他们 无论找没找到 都得快点出来 毕竟晚上待在实验室 阴气那么重的地方 不是太好的 林生看着 立即到手的钥匙 内心在偷笑着 嘴上却唯唯懦懦地 答应了 他们几个 欣喜地跑到了 尸体储藏室 他们把福尔玛林 池里的尸体 都捞了出来 还把那些 放在冷藏柜里的尸体 也拿了出来 忙了半天 几个人把尸体 摆成了各种各样的姿势 他们开心地 和摆好的尸体 拍着照片 可是他们几个 却忘了他们第一次 在上解剖课的时候 老师对他们说过的 尸体是我们无言的老师 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 必须要怀着一种 庄严而尊重的态度 亚捧一边忙着 和尸体合照 一边忙里偷闲地说道 哥们儿 咱现在这个派对 才是真正的尸体派对呢 你们说教室里的那些 没有尸体的人 举行的派对 可能算得上是尸体派对吗 几个同学 又开始叽叽喳喳地 讨论开了 志强在摆弄着一具女尸 他突然情不自禁地 在女尸的脸上 吻了一下 这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不过他也没多想 就直接摆弄起了女尸 女尸没有穿衣服 全裸地出现在志强面前 高耸的胸脯 光洁的手臂 匀称的大腿 竟让志强觉得 全身燥热了起来 在那一刻 他惊讶 自己竟有一个 想要抱住女尸 拼命亲吻的冲动 林生突然想起了 从李老师那里 借来的尸体储藏室的钥匙 还在自己的身上 于是 他和几个同学打了招呼 就往尸体储藏室的门口走去 尸体储藏室的门 怎么也打不开 林生明明记得 尸体储藏室的门 用的是古老的锁 只能从外面 才可以锁得起来的 他害怕了 于是 他叫来了自己的几个同学 帮助自己 他们几个在门上 又拉又踢的 可是 怎么也打不开门 志强的背后一凉 一只冰冷刺骨的手 搭在了他的肩上 他浑身发抖地 转过了头去 他的脸色 吓得像张白纸一样 煞白煞白的 不由自主地 发起了抖来 他全身的筋骨 都在不安地抽动着 牙齿忍不住 发出了互相碰撞的声音 他看到 用手搭在他肩上的 是个全裸的女人 不 不是女人 是个女尸 是他刚刚摆弄的 那句女尸 女尸满脸 鬼笑地说道 你不是要开尸体派对吗 来呀 我来陪你了 志强的双腿发软 可是他还没倒下 就给女尸拉了起来 女尸的声音 异常地冰冷 他冷冷地说道 不是尸体派对吗 开心点 陪我玩玩啊 下面可无聊了 可冷了 开完尸体派对 你就跟着我下去吧 下去陪陪我啊 志强害怕了 他知道 女尸说的下面 是哪里 他后悔了 他后悔自己 不听老师的话 他后悔自己 不该来玩弄 这些已经死去的人 是他们对尸体的不尊重 才会召回这些 已死的阴魂的 几个同学 突然听到了 有女人的声音 全部都转过头去 他们看到 他们刚刚还在摆弄着 各种各样的 姿势的尸体 都活了过来 正在一步步 缓慢地 向他们走了过来 每具尸体的脸上 都挂起了 诡异的笑 其中一个尸体 冷冷地说道 不是尸体派对吗 没有我们这些尸体 还是尸体派对吗 哈哈哈哈 其他的尸体 都跟着笑了起来 他们几个人 第一次知道了 什么叫做毛骨悚然 他们开始后悔了 开始害怕了 虽然他们平常 没少和尸体打交道 可是和活着的尸体 打交道 这还是头一次 他们几个 集成了一团 在不停地发着斗 一双双冰冷的手 伸向了他们几个 他们几人 害怕地抱在了一起 可是那些冰冷的手 那些全身都散发着 福尔玛林的味道的尸体 嬉笑着 分开了他们 要这几个 原本来这里摆弄着尸体 强迫着尸体 陪着他们参加 尸体派对的学生们 来陪他们 参加他们的尸体派对 几个学生 就这样在这些尸体的强迫下 开始过了他们一生中 最后的一个 万圣节 于是 这个万圣节派对 成了名副其实的 尸体派对 因为在当天晚上 所有在医学院的尸体 储藏室里 参加尸体派对的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都已经变成 一句句的尸体了